欢迎来到林子的插花频道 今天我准备做一个平花 要做平花 首先要找到怎样来固定这些花材 我选用的是用刹来做固定花材的工具 现在准备做一个十字刹 我用了两根玫瑰的枝条 把它卡在瓶口 然后再加入水 现在我插入的是金银化的枝条 这些材料都是从花园里找到的 有什么样的材料就用什么样的材料 金银化的枝条比较软 很有飘逸的感觉 多插几枝 然后把它再进行修剪 把剪下的枝条也放入花瓶 插着的时候主要注意 让它们都聚拢在一起 把多余的叶子给剪掉 这个金银花枝条上还有一些小的黑果子 非常的漂亮 很有飘逸感 这就把初始的造型给它固定了 然后我们再插入竹花 除花我选择的是金贝菊 我用了两朵金贝菊 金贝菊的颜色 它是红色和黄色组成 跟我们的背景非常符合 干掉了的枝条 它的形状卷曲 它的叶子就像小花瓣一样的 黏色也给菊花非常的搭配 再加入一个柠檬的枝条 让它的造型更加丰满 现在我再加入一些配花 我会用的是黄色的菊花 作为背花 然后再加入一些叶彩 填充这个作品 秋天快入冬的时候 唯独菊花还在盛开 所以用它来作为插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个黄色的菊花的颜色 也跟背景非常的搭配 我们再来看看整体的效果 秋天里的插花材料已经不多了 不过我还是能找到我需要的花材 谢谢收看 下次再见